打开开关 现在我们来调节一下满轮跟工厨头的间距 调节的方式是通过这个螺丝来松动的 现在这个情况下气缸是没有抬起来的 所以说也是拧动它的 那我们先用踩动脚踏把气缸抬起来 这个情况下就可以去松动这个线纹螺丝了 那具体看如何调节完整呢 我们先将我们想要切割的材料 或者是焊接材料放在满轮跟工厨头之间 然后通过调节这个螺丝去判断 我们是否压紧这个材料 你看现在就已经压紧这个材料了 且拖拽不动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可以初步判断是调节好了 那后面我们看焊接效果来判断 它是否需要再精密的调节 那现在这个情况下调节好了 我们先让这个线纹螺丝给引紧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运行了 那运行之前呢我们要先调节一下参数